字幕 李宗盛 剛才說到這個世界無奇不有 在我們回來做節目之前 我看了一宗新聞 很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和分享 那我一定會吊爆你的 我們現在看網上 來自MN Plus 剛好看到 就是有一個香港男生 就喜歡上這個人形公仔明日香 而且不僅喜歡了他 還跟他生了兒子 而且送了一部iPhone 12 Pro Max 我很羨慕我想做公仔 你看這個就是他的小朋友 他們的愛情結晶品就是他 他會為他喝奶 當然他真的享受 他的小朋友挺漂亮的 我想是女生吧 挺漂亮的 還有女生做很多他們生活的照片 其實他整個帳戶是公開的 如果大家真的想去看的話 是可以去看 而且你看他 還跟他去享用這個大晚宴 還有帶他去飛機場拍照 很丟本啊 是啊 你看他有擁抱 還有他有很多很多的照片 聖誕的時候 下一張應該是送Pro Max 這裡就是他們一起上床 是他自己設置機器 對呀 他每一晚都會有他不同 譬如他有空 都會跟他玩一下制服 誘惑 這個就是他的生日禮物 唉 我覺得我不如一個公仔 哈哈哈哈 我太廢了 太沒用了 我快要生日了 我快要生日禮物 對呀 他借些有說自己 喂 這樣問實實在途線 認真地問 如果 你送一個人形籃籃給我 不是 應該是送一個男人版的明日香 可以嗎 如果有一個你很喜歡的男性 例如假設你很喜歡彭血眼 他送一個差不多90%以上象徵度的彭血眼給你 身材很棒的 你行不行 我覺得我可以 真的嗎 我一邊這樣撫摸著他的鏈頭 一邊在自衛 好棒呀 光潮 不是呀 我想說 這些可以用的 好棒呀 你想想他還會長期 如果他是一個男生 他會長期硬著你 我覺得他會有問題 長期都是這樣 但我覺得原本 你迷上一個公仔 都可以的 但你去到這樣的地步 什麼結婚生仔 我覺得又稍稍誇張了 為什麼呢 其實我很久之前 都有跟一些朋友去討論 他說有時候我們真的不明白 一輩子都沒拍過拖的人 去到可能30歲 即是人生過了一半或以上的時候 他真的覺得沒有了 即是希望不大了 即是有另一半的希望不大 那他又找到一個人 是真的可以回到家 他又會等他 亦都會很聽他說 那又長期很靈魂 他會和你互動的 那你不如買一個 其實他不是就是 投影機 投影機 可以互動的DDI 但你沒有質感 那你 有些可以碰到的 但又會動的 行不行 其實他現在的價錢 即是可能他現在 只是出得起這個價錢 因為平均這些 這個價錢 大概2-3萬元 是很漂亮的 那你2-3萬元 你滿足到你一輩子 但是應該要定期維修的 哦 定期要清潔是真的 即是台灣有一間公司 是專門幫人形公仔清潔的 但是問題就是 其實我在想 即是當然 我們曾經也試過有另一半 其實都不難理解他 但是如果他是你身邊的朋友 你會勸他出坑 還是你有他淘汰在他的世界呢 應該有些會撐不住 然後就 拜拜 即是不跟他做朋友 是的 覺得你太奇怪了 我也在探討 如果我身邊有一個人 即是從小到大 都很獨立的 真的沒辦法認識到女生 也不是沒試過追女生 他最後挑選這個 其實我會尊重他的 那為什麼你不跟他一起去溝女生 或者你介紹一些女生朋友給他認識 如果你去到禁讀 可能你真的怎樣介紹都不行 或者他不會跟別人相處 因為你跟索膠公仔 或者你跟出戲公仔 你怎樣跟他相處都可以 即是你跟他說什麼都好 很單向 或者你幻想他會給你一些反應 即是等於看漫畫 你看H-Man的時候 或者你看婦女的漫畫的時候 其實是一樣的 我陶醉在這個世界上 我不會出來而已 但我覺得這些東西 你都在幻想空間是最好 但如果你突然之間 擁有一個這樣的公仔 那時候我覺得太嚇人了 那個樣子太嚇人了 你不明白嗎 他剛才都做得我覺得算是這樣的 即是他有幫他化妝 還有一些造型 我不行 你不行 我都是喜歡漫畫版 或者是H漫版 即是你頂上了 都只是接受到二次元 去到三次元 即是我們現實世界就不行了 因為你真的陶醉在二次元空間 那些 他們未必是接受到三次元 你明白嗎 即是那個世界不一樣 是 會為美很多 是 那如果倒轉 有一個這樣的男生 他原本是那個世界的人 他愛上了你 他願意為你放棄了他 你解救他出父害 你行不行 首先他要英俊 真是煩 是不是 如果不是 你繼續做你的宅男 即是你也會 你戴有色眼鏡看他 不會 只是跟他說 我分得很清楚 你喜歡這個癖好 我不會歧視你 不過 我不會想跟你有任何關係 即是你接受不到這樣的朋友 我還想請他上來做嘉賓 我還想請他上來做 嘔嘔嘔嘔嘔嘔嘔 嘔嘔嘔嘔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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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星期 看看可不可以請他上來 即是在你生日的時候 可以看你可不可以帶他出房 因為其實你也屬於少少二次元 我不夠二次元 我應該要這樣 嘔嘔 我真的會問他 如果你新年會不會派 即是有人向你逗禮事 你會不會派 我覺得應該會 我想他會 他會 他去到這樣的地步 不過我真心佩服他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 他現在接受不同的媒體訪問 證明了其實他 享受這件事不但 他覺得大家應該祝福我 所以我自己會很尊重他的 他有這樣的樂觀看法 我覺得是好的 因為有些 即使是想做這件事的人 不要說他有沒有能力 有沒有經濟能力 他都會害怕被外界人 對他們 所以我覺得他 嘩 他公開這件事這麼開放 而且你問我 我覺得兩件事 如果他做了一些非法 譬如他去非禮別人 或者去偷窺別人 那種 我比較喜歡這種 那當然 因為這個問題 大家都是滿足自己 可能在生理 或者心理上的需要 但他用一個合法的途徑 去做這件事 我絕對尊重他 我也是這樣說 就像別人說 喂 我給錢 然後去有一些 性交易 性交易 我覺得是可以的 好過你在當家當 強家人 對嗎 如果你們兩個去給的話 所以我自己覺得 大家看完這則新聞 當然可能大家覺得 一開始很難不笑 或者戴一個小小的有色眼鏡 但想心一層 其實大家應該尊重 各有各 等於十年前 大家對同性 戀愛 婚姻 大家都戴著一個有色眼鏡 但現在這個世代 大家已經很接受 他們都很高調 可以把自己的所愛說出來 所以我覺得 每個世界都好 擁有自己的一片天 只要在合法情況下 絕對是應該尊重的 好 我們剛剛說了一個 關於小小新聞上的細則 其實我們今天有另一個題目 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是甚麼 我很緊張 一說這些性愛 或者愛情的事 我就很緊張 我就想說吹口 其實在網上已經拍了短片 就是關於 其實有一個內地的 也是網上的消息 有一個男生 在內地的時候嫖妓 他準備進入之前 就可能做一些前戲 在前戲的過程當中 就發現女生的下體 是傳出惡臭 而惡臭不僅 他除了覺得怪味之外 可能他有去幫他口交 他簡直是吐 其實我覺得 你聞到一種味道 不是應該馬上離開嗎 對 你還去用口 我想問 其實這件事 其實是很尷尬的 你有沒有 反過來 男生和女生都會有這種情況 因為你有時 可能天生的身體 發出異味的時候 你不知道 你有沒有試過 有些人是有臭狐 但其實本身的人 是不知道自己有這些 因為他已經習慣了 說真的 你有沒有試過 同一個異性 首先說看臭 嗯 讀書的時候 是不是覺得附近有些人 很大膽 然後是迫著迫著 看線有問題 對 但如果你說是 男女朋友之間那些 那可能會 我覺得是 首先 你上了年紀的男人 她說不出話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要怎樣 很好 你要先洗澡 那體味可能會降低 還有上了年紀的男人 因為你可能跟一些比較年紀大的人 相處過 或者跟她一起過 我不知道 我通常都跟年紀大過 是嗎 但都沒有看味 沒有 特別的看味 但如果你說到那種 那種 就變成是 我有聽說過 我有一個同學 很久之前 然後是女生 經常都 有其他朋友跟我說 我覺得 她有 特別 奇怪的海鮮味 是她的衣服 經常不用 還是怎樣 即是她可能是 男生還是女生 即是她是女生 一邊上是 嗯 令到我不知道怎樣 開口提她 即是如果你身邊 有朋友 有這些味 其實真的很難 尷尬的 不管你是女性 或者是男性 即是 提一個異性 喂 你下面有些 嗯 嘩 即是 你坐在旁邊 你都聞到的時候 你怎樣說 如果你的朋友是這樣 你會怎樣說 我會的 男生比較好說 即是男生 即是男生 竟然敢去提女生 你這樣提女生 男生提男生是一定會的 即是我們 尤其是我從中學時期 我身邊如果有人 即是男生 我會說 他會說 喂 你 我會問 第一 你是不是這衣服洗得不乾淨 因為男生很直接 那如果她是大汗味 我就會直接 你其實用止汗劑比較好 但有些是狂噴的 那 over了也不行 即是如果她 真的大味到一個程度 其實你要跟她說 因為你要看醫生 其實如果這麼嚴重 因為會影響你將來出去洗 所以我小時候已經 跟很多身邊的男生說 你要噴香水 即是如果你有的話 或者你出門之前噴止汗劑 好像我呢 我出門之前會噴止汗劑 也會噴香水 但你兩個合起來 那你噴止汗劑不會噴在外面 你噴在身體 還有你噴薄薄一層 但香水也是在身體上 香水在這些位置 但你不會出門外面才噴止汗劑 其實我想說一件事 要教大家 噴止汗劑是在你洗澡後噴的 大家記得學 我覺得是因為以前 讀書的時候 那些男生 他們就知道 要噴止汗劑 即是隨便噴 人家以為有味才噴 其實有味已經代表身體發出 然後可能你的毛孔已經有阻塞 因為你會累積的 就是可能你身體的毛孔阻塞了 你再噴下去就更髒 很臭 所以其實最好在你洗澡後 最乾淨的時候 好像爽身粉的功效 先噴一層 但你不會全身噴 你噴某些位置 例如你家底 或者 我想背部 有些人背部很大汗 噴某些位置 怎樣噴 即是無所謂的 那你先噴一層 然後你慢慢慢慢去做 可能有些人已經解決到 然後到你出門前 你又不要狂自噴洗澡 噴香水就是噴這些 噴頸、手、這些 少許就可以了 如果香水是好的話 你可以噴少許在衣服上 所以我覺得 那些人真的要學一下 怎樣使用一些產品 如果不是你使用錯誤的話 整件事是錯了 但我想問你 如果真的觸碎 你的另一半 到你真的跟牠賣牙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講到 你真的賣牙的時候 發現牠有濃烈的味道 但如果你是知道 我自己是有問題 或者是你感覺到牠 頻密去廁所的時候 你已經是 噢 我不用脫褲 都已經是檢查到你下方的東西 那不是了 牠只是沖乾淨涼 牠天生有這種異味 只是下體 那你要跟牠發生性行為 那當然是拒絕 是嗎 牠會說 我真的不行 我不知道是 又是那句 彭於眼的身體 但下面很醜 你又行不行 我看